近日,来自古巴的22岁小伙以曼努尔·加拉多凭借水下美人鱼表演短视频,接连登上各大平台热搜,以良好的外形条件和专业的水下技巧,收获众多网友的喜爱。 加拉多介绍,自己曾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跳水运动员,拥有5座冠军奖杯和27枚奖牌,退役后投入到美人鱼运动中。 2023年12月初,他受邀成为湖南长沙一家海洋公园的美人鱼表演者,与七位来自俄罗斯古巴的演员一起,为游客呈现高难度的水下剧情表演。 加拉多说,他很珍惜来到中国的机会,希望借此展现自己的水下天赋。 我选择来到中国是因为喜欢中国,我觉得中国的文化非常多样,充满了神秘色彩。 在这里,我可以充分发挥我的专长,继续做我热爱的事情。 不仅有更多的机会向中国的朋友展示自己,还能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。 据了解,加拉多在剧目中饰演一位坚韧有力的海神,需要在柔美的游动中体现力量感。 每场演出都会吸引许多游客前来观赏。 他表示,多年运动员经历为良好的演出效果打下基础,他很享受水下的每一场表演。 美人鱼表演不仅需要在水中长时间屏住呼吸并保持优美的姿势,还需要团队的默契配合。 与海洋生物共舞也是我们表演的一部分。 我会想象自己就是鱼,在水下跟它们互动。 对我来说,成为一名美人鱼演员没有那么大的比赛压力。 在这里我感觉很好,我可以利用我在跳水运动中的丰富经验,为观众带来好的体验。 目前,加拉多的相关视频在网络上已累计收获上百万点赞,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。 加拉多表示,他很感谢网友的支持和喜爱,并透露自己仍保持着以前的体育水平,希望有机会能代表古巴参加中国的美人鱼比赛,向大众推广该项运动。 现在很多游客和网友都喜欢我的表演,我很惊讶,我没想到会是这样,我会尽我所能在未来做得更好,让他们能像现在这样享受我的演出。 我打算在这里待很长时间,继续展示我的才华,享受我非常喜欢的中国文化。